爱家老师 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富豪是谁 是和声 清朝历史上最有名的贪官 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富豪 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 公元1799年 和声被嘉庆帝抄家时 抄出的家产多达9亿两白银 这还是保守数字 如果按照今天的购买力计算的话 一两白银折合今天750元 9亿两是啥概念 简直无法想象 和声 满洲柳咕噜市 公元1750年7月1日生于福建 他的父亲名字叫藏宝 和声的幼年是十分不幸的 三岁时母亲因为蓝产去世 留下刚出生的弟弟和三岁的和声 九岁时父亲又去世了 要不是家里的老仆人 可怜这哥俩是个孤儿 和声从弟俩早就没有然后了 长大的和声语言天赋惊人 他精通满脏汉蒙四种语言 这老子也是天生的智商决定 公元1768年 18岁的和声娶了老婆 公元1769年 19岁的和声参加科考 但很不幸聪明的他居然落榜了 后来和声以文声员的身份担任都尉 因为眼力见好 很会来事 后来偶然的机会下 他被皇帝赏识 升他为三品侍卫 乾隆18年 公元1773年 23岁的和声 因脉弄才学 受到乾隆的赏识 从而平步清零 拉开了他走上富豪之路的序幕 起初他还是个清官 公元1780年 通过审判李世瑶一案 声明确起 随着地位水涨船高 他的私欲心极度膨胀 这也为他把自己送进坟墓 埋下了伏笔 从公元1780年开始 和声通过打压文官 拍皇帝马屁 中饱私郎 镇压农民起义等 不断地积累财富 就连他的管家被操家时 都有百万两白银 乾隆晚年 和声通过节虐富商 富得流油 乾隆下江南期间 和声通过暗地里扣押贡品 大发横财 乾隆50年 和声受立罪赢制度 官员犯罪 可以通过交钱免罪 用和声的话说 我这不是要你的钱 而是用你的钱 为你办事 瞧着水瓶子 我利索 公元1799年真月 和声的保护伞 乾隆死了 嘉庆再无顾忌 仅用半个月的时间 就将和声连根拔起 公元1799年2月22日 49岁的和声 留下绝命丝一手 一条白铃 结束了自己 狂拽炫酷的一生 此时距离他的老祖子 乾隆之死 还不足20天 公元2001年 和声入选 亚洲华尔街日报 被排在世界顶级富豪之列 此时的和声 已经死了202年了 不可思议的是 和声一生虽然碾财无数 但是他也不是啥钱都贪 和声说 我是有原则的 不是什么钱都要 有三种钱 绝对不贪 这就是和声有名的 三不贪原则 第一种 科举的钱不贪 和声深知 十年寒窗 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有些考官 心素不正的考生 为了能高中 通过各种手段 上下贿赂 导致有真才实学的考生 凌落顺三 和声很反感这种行为 这种钱一概不收 不仅如此 他还严谨手下人 不准接收这种渠道的钱财 以免营火烧生 第二种 赠灾的钱不贪 赠灾款就是百姓的生命 和声尽管喜欢钱 但是他知道 百姓是国家的根基 历史上因为贪污赠灾款 导致百姓没有活路 从而起义的事件实在太多 饱毒丝苏的和声十分明白 这种钱绝对不能贪 因为他深知在太平盛世 才有他稳如泰山的官位和发财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的 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道理 第三种 人家求办事 自己没把握能办成 这种钱也不收 即便收了 但事情没办成 和声也会给人家退回去 这和声爱财都取之有道 不得不说现在有些人真该学习学习何大人的这种做法 那得少打多少官司啊 有什么想法的可以在这里讨论 我会查阅啊